2006 意大利背负丑闻 四夺世界杯 2006年世界杯战场又回到欧洲 于是这一届赛事全然成为欧洲人的天下 德国人虽然希望以地主国身份再次成为世界王者 可是最终胜利是属于在假球仇闻下 越战越勇的老对手 意大利 这一届世界杯是充满话题 争议点从申办过程已经开始 本来国际足联希望将世界杯带到非洲 结果德国在最后一轮投票 以一票之差击败南非拿到主办权 德国胜出的主因是大洋洲投票代表投了弃权票 可是这名本来表明支持南非的代表 在投票后表示因为承受压力而变卦 于是传出当中涉及贪污舞弊 不过后来事件不了了之 反正德国就是这一届的地主国了 到了资格赛阶段 多支进届世界杯决赛圈的常客球队 在这一届却纷纷下马 包括比利时 丹麦 上届季军土耳其也出局 而非洲驱改朝换代的情况最严重 在2002年一届参加的五支球队中有四队出局 常客 喀麦隆 奈及利亚 和上届打进八强赛的赛内加尔都没能入围 反而是二线球队安格拉和多哥首次入围 也形成非洲球队在这一届赛事完全不成气候 当时准备加入亚洲足连的澳洲 也在最后一次以大洋洲代表身份参赛之下 在附加赛淘汰两届冠军乌拉圭 于是这一届赛事是自1982年之后 再次是六大洲足连都有代表球队参加决赛圈 德国在决赛圈之前经历了长达六年的低潮 上届世界杯亚军多少具备幸运成分 所以纵然是地主国也不是夺冠大热门 不过德国在克林斯曼担任总教练 率领新生代的拿姆 十位英子泰格等人 配合巴拉克等前辈 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球队 另分组赛对手哥斯大利加 波兰和厄瓜多无法招架 信心越来越强的德国在16强赛轻易以2比0淘汰瑞典 然后在八强遇上21世纪最大的冤家阿根廷 阿根廷在这一届赛事再次掉进死亡之组 对手有荷兰 拥有德罗巴的象牙海岸 和决赛圈开赛前10天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 但仍然要合并参赛的塞尔维亚和蒙特内哥罗 结果阿根廷没有再次翻船 在首两场分组赛击败象牙海岸 即以6比0大胜赛蒙 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梅西 就在赛蒙一战第一次在世界杯决赛圈上阵已经进球 然后阿根廷打平荷兰 以较加德斯球差成为小组手名 在16强赛有罗德里格兹在加时赛射进金球 以2比1杀推墨西哥晋级 阿根廷在8强面对有主场之力的德国 并没有处于下风 而且先由阿亚拉掀开记录 德国在80分钟由克洛泽进球追平 双方踢完加时赛还是平手 结果阿根廷有两名球员设施12码 德国四射权重之下 德国将阿根廷淘汰出局 这时候谁也没想到 这两支球队在接下来的两届赛时都遇上 最终德国取得三连胜 这就是后话了 可惜德国并不是这一届比赛的主角 主角是四强击败他们的意大利 意大利在开赛前爆出著名的电话门事件 事件令伊甲豪门尤文图斯被尺夺两届联赛冠军和将棋 AC米兰 拉奇欧和弗伦提纳也遭严惩 于是意大利队在蒙修下展开赛事 他们在第一场比赛以2比0击败加纳 然后在第二场比赛因为右后卫 扎卡多的乌龙球而遭美国逼合 不过意大利因获得福 总教练李皮决定将本来提左后卫的赞布罗塔 改任右后卫取代表现不佳的扎卡多 再以本来是复选的格罗索任左后卫 成就了伟大的左后卫传奇故事 到了第三场分组赛 意大利在折了内斯塔 替补中尉马特拉奇顶上 却因此成就了后来的另一传奇故事 意大利最终以2比0击败内德维德领导的捷克 取得小组首名 意大利刚好同时成为内德维德为首的捷克 黄金十年的起点和终点 意大利在16强遇上澳洲 澳洲在分组赛压倒克罗埃西亚和日本 成为小组次名 可是在打平克罗埃西亚一战 英格兰籍裁判波尔竟然在判给克罗埃西亚中尉 西木尼奇第二张黄牌之时 却没有发红牌赶他出场 然后他在拿第三张黄牌的时候 才想起要发红牌 成为国际足坛的知名笑话 可是波尔在此之后 仍然在国际赛执法 直至一年后退役 显出国际足联对裁判是多么宽容 好了 话题回到意大利对澳洲的16强吧 意大利在炎热的天气下 一直拿澳洲没办法 直到比赛进入下半场捕时阶段 格罗索在对手禁区盘球后 碰到澳洲后卫尼尔 意大利在争议声中获得12码 结果整届比赛表现没有很突出的拖地射净 令意大利惊险过关 比赛后一天 意大利却传出担任油文图斯高层的 前国脚佩索托坠楼的消息 于是意大利直球员为了佩索托 在八强踢得相当卖力 结果油斩布罗塔进球 和托尼没开二度 以3比0将社府秦柯领导的乌克兰送回家 欧洲球队以外的其他州份球队 在这一届比赛都没能获得好成绩 四支亚洲球队在三组赛全部出局 大洋洲代表澳洲在16强输掉回家 墨西哥在16强被阿根廷击退之后 中北美洲球队也悉数毕业 非洲球队只有加纳打进16强 也在16强被巴西轻松干掉 不过巴西也在八强赛就止步 巴西在这一届赛事拥有罗纳杜 罗纳迪尼奥 卡卡和阿德里亚诺斯大神风 而且卡夫和卡洛斯的猛将油载 在分组赛和16强四战全胜 却在八强战被法国击败出局 法国在这一届比赛也是一支奇葩球队 高卢仁在资格赛遇上困难 要说服在2004年欧洲杯之后 退出国家队的席丹 图拉姆和马克莱莱付出才能拿到晋级资格 不过他们在首两场分组赛 竟然没能赢瑞士和韩国 连续两届比赛 先入最后一场分组赛 必须赢球否则就出局的困境 而且习丹因为累计黄牌 在第三场分组赛没能上阵 还好维埃拉挺身而出 以进球和助攻率率率法国几百多哥出现 到了16强 法国遇上在分组赛三战全胜的西班牙 而且还先被对手攻破大门 不过法国由习丹展示球王表现 最终法国连进三球反胜晋级 法国在八强赛面对巴西 也一点都没有下风 反而由席丹助攻给亨利破门 将巴西的未免梦结束 也锁定四强变为欧洲杯的局面 四强的最后一席由葡萄牙夺得 葡萄牙由老将飞哥和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 席罗纳度合作之下在分组赛三战全胜 然后在16强以1比0击败荷兰 葡萄牙和荷兰在这场与纽伦堡举行的比赛 踢得很激烈 可是俄罗斯级裁判伊凡洛夫完全控制不了场面 全场比赛竟然发了破世界杯决赛圈记录的16面黄牌和4面红牌 因此在足球史上成为纽伦堡战役 不过同样效力巴塞隆纳的双方球员德科和范布隆克霍斯特 在被罚离场后一起并列当观众的有趣场面 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出在哪 到了八强 葡萄牙遇上英格兰 葡萄牙在2000和2004年两届世界杯都击败英格兰 这次在缺少两名主力之下 仍然以互设12码球将英格兰淘汰出局 贝克汉在被换下场之后落泪 却成为这名万人迷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后身影 可惜葡萄牙在四强遇上法国 始终都摆脱不了一直被法国牵制的命运 法国由习丹射进12码球 以1比0击败葡萄牙 继1998年之后再次打进决赛 意大利和德国就在另一场四强战交锋 德国的前身西德队在1990年世界杯 就是在意大利的国土上拿到冠军 不过这次角色就互换了 双方踢完90分钟还是没有进球 正当比赛以为要以互设12码决胜之时 格罗索竟然在119分钟打破闷局 然后德皮耶罗把握机会再下一城 意大利粉碎了德国的风王美梦 还好德国在冀军战击败葡萄牙 拿到冀军这个安慰奖 于是意大利和法国在柏林举行的决赛相遇 习丹在7分钟就射进12码 为法国打开比分 不过马特拉奇在19分钟就以投球为意大利追平 双方踢了90分钟还是合局 然后到了加时下半场5分钟 习丹竟然须衣用头撞倒马特拉奇 令赛前宣布踢完世界杯就退役的席单 竟然以一张红牌和无数争议生 结束自己光辉的足球生涯 意大利没能把握人数优势再进一球 令比赛进入互设12码决胜阶段 曾经在2000年欧洲杯决赛 以黄金进球协助法国击败意大利的特雷泽盖 却在这次互设12码时把球射中门梁 相反以往常在12码站落败的意大利 这次确立不虚发 在这一届比赛冒起的传奇人物格罗索 射进第五球之后 意大利拿到第四次世界杯冠军 却想不到意大利足球并没因此复兴 反而从此逐步走向历史低谷 总之陈讧